2019年美洲杯将在6月14日至7月7日在巴西举办,本届美洲杯有12支球队参加,包括十支南美球队和二支特邀球队,志万和卡塔尔。 不过,美洲杯方面的眼光也很独到,最终邀请的两支亚洲队,分别是亚洲杯冠亚军。 本届美洲杯,卡塔尔和阿赫廷,哥伦比亚,巴拉圭同组,除了参加美洲杯,2021年的联合会杯,卡塔尔也将参加。 值得一提的是,卡塔尔本来作为世界杯东道主,就能够参加本土体型的联合会杯,因此,志万作为亚洲杯亚军,也能参加。 当然,最重要的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,目前,卡塔尔这支球队平均年龄只有24岁,三年后的本土世界杯,这批球员平均年龄27岁,正是黄金年龄。 因此,卡塔尔在世界杯上的表现让人期待。 看到卡塔尔的表现,明记马德星赞叹,2001年时强赛,第一次的卡塔尔,哈里发体乐场周围一片荒漠。 2003年,开始在这个荒漠上,建立其精英学院。 15年,眼睛睁地看着人家起来了。 而这批95年龄段球员,从2013年起,跟他们第一次接触,整整五年,看着人家从一帮小屁孩,要变成了亚洲冠军。 现在,亚洲杯MVPI里也是信心满满,亚洲杯是我们的开始,下一个小目标是美洲杯。 我们知道,亚洲是足球世界杯版图中最弱的大洲,对于我们,来说美洲杯的结果并不是重要,重要的是,能够从中学到东西,为2022。